歡迎回到開市錦浪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舉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幫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有要財政犬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Wafi Wafi,你好 Wafi,先和大家看看恆子今天開市表現 恆子方面,暫時升18點 到20159點 旗子升31點 暫時低水44點 國企指數升5點 去到10509點 見到今天的市場 跟隨外圍方面 受上升 但升幅度不是很多 恆子來說,暫時只是升7點 其實2010點 昨天就收得住 收報在20100點流上的水平 其實後市來說 是否仍然要看著2010點 收不收得住 短線看,當然2010點是比較關鍵 因為一來大家知道傳統心理關口 二來其實都在短條200天線左右的邊位 所以你說二萬點 當然大家看得比較近一點 但至於這刻為止怎樣看 或者覺得是否算得住 其實昨天也說過 昨天列口下來之後 基本面上看 不能說外圍好 或者內地好 近期都相對 就算不算暫時為止 不能夠和太差都好 但看法來看 一定是變得審慎一點 所以相對來說 已經令到整個廣股 那個勢頭上看 是沒有那麼強勁的 所以這點是一個事實 而從技術指揮上看 更加為止相對比較弱一點 昨天也說過 列口下來之後 其實已經叫跌穿了 從10月上來的上升軌道之外 其實也是在短條補加通道的底部 也是有一個抹複現象 所以整體來說 雖然今天要稍微靠響一些 或者稍微高幾十點 可以這樣說 但暫時那個勢頭上看 所以我仍然評得相對 大家的看法來說 是要審慎一點 我昨天也說過 我覺得以這個勢頭來說 即短期裏面 不能夠回到2030點 即是上升軌道的話 變相這個幅度 而來抹複的話 其實有條件 兩方來看 是大約19500 所以現在一段看 大家的心理上 一定要做個相關很少的準備 更何方提到一點 另外提到一點 就是相對比较審慎一點的因素 始終是今天這樣 就是剛才說到 叫高開幾十點 但其實昨晚外方面 不論是歐洲好、美國好 其實做得是挺理想的 是股市表現 其實相對如果以ADR計 或者以大分金馬恆子回來計 是不止這個數 所以你見到今天開了 都不太升到的時候 其實變相短性的後市題 可能大家都看得比較淡一點 所以整體幾個因素合起來 我都會覺得是有這個因素 有條件短期裏面 不能夠回到20300點 留上、站得穩的時候 變相我覺得後市題 以19,500做回後市支持位 好,謝謝 另外和大家看看內地股市表現 上證綜合指數升2點 去到2311點 去到2311點 護深300指數升5點 暫時去到2525點 深淨城市方面升19點 去到9821點 三大指數的升幅 介乎0.12%至0.2% 今天內地股市來說 都稍為靠穩 亦都在2300點上水平 大家都衝憬中央方面的政策面 有機會放鬆 其實政策未真正實施了 市場的憧憬會不會繼續來好住A股股市 A股方面 上正這樣說 其實這幾天都做法好一點 更加來講 在2300點中附近不斷拉鞋 現階段跌又不至於跌得太多 始終自然也叫履積跌幅比較多 其實是稍為轉領反跌 究竟大家可以看到什麼 或者有沒有像日子說 所謂的憧憬 甚至是憧憬能夠成真 這是比較關鍵的 但是要看接下來 究竟內地的經濟數據怎麼走 或者內地的經濟怎麼看 之前說過 今天星期一 出的CBI數字 預期為之高 變相令大家過一刻 對放寬政策的憧憬 有點落空 因為覺得回升了一點 變相這麼快可以做到 所以那幾下 令內地股市都受壓 到這兩天又再靠近一點 正正是因為反彈始終明天 就是它出的GDP數字 因為大家覺得 可能數字上面預測 都比較差一點 或者覺得有少許隱憂 變相令到 會有少許擔心內地 真的開始有硬著陸因素 所以現在反而 是有少許調轉看的 當數字出得差的時候 反而成為大家出憧憬 一個放寬流動性的藉口 或者那個衝憬在這裏 所以反而這兩天 令內地市稍為做好一點 我認為當中是這個因素 至於你或是這個聲勢 或是這個走勢 南無九延續 真是關鍵的是 看看明天數字 究竟出來真實之後 怎樣演變 其實是成為後市 有沒有一個放寬政策是關鍵的 但至於我自己怎樣看 或者未來有沒有一個 放寬的實質動作可以做到 這樣說回 放寬我覺得是叫事在必行 也可以這樣做的 但問題是時間性問題 究竟是短時間裏面做 還是叫過萬歲月份 或第二季才做 大家都未知 但以剛剛CBS的數字看 我覺得的確有少許拖慢了 原本大家預期的步伐 我覺得最快 譬如調低傳承得好 等等因素 有機會做的 都可能四月中或四月中後段 才有機會做 的確現階段 甚至要減少這些因素 我覺得未必這麼快可以做到 所以短線來說 我會覺得 令到內地股市 是在現階段 有個支持 但太大上升空間 的確我覺得是有少許欣奉 但說回位置 上正這樣說 我覺得下面短線看 都依然是這樣說 以3月29日低位 2242點 做我短期的支持位 如果短期內 反覆也好 這些位置都撐得住 暫時問題不算太大 但如果這些位置都穿低的時候 下面當然是直至1月6日低位 2132點 但反而上面看 其實也有個高一點的目標 就是2470點左右 因為這個位置 就是今年回來 其實2月好 3月好 試到幾次都撐不了這些位置 反而中線看 有沒有機會 2300點這位置 撐得住 站穩的時候 變相當大家入市 要重大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去那些位置 甚至可能衝擊 變成事實 當大家的放寬流動性的政策 真的成為事實之後 令到大家肯入市 變相成為炒上證指數的藉口 好 麻煩 另外我們看看藍籌股的最新表現 匯控表現現時是升3毫 最新報66.65 中移動跌1毫 去到83.25 中行升1毫 報3.13 公行升2毫 去到4.98 建行暫時沒有升跌 報5.93 港交所升7毫 最新報128.9 新地跌4毫半 報94.9 長實跌1毫半 最新報96.9 中銀香港升1毫 報21.8 國壽方面升2先 去到19.82 中海油升4先 最新報15.32 中石化升2先 中旅方面升8先 升超過2% 去到3.71 中國海外升8先 最新報15.78 騰訊升過2% 去到220.6 看看長實 長實方面 今日股價稍為靠穩 看看昨日的拔空數字 全日拔空數字 看到長實佔最多 長實佔7% 佔股份成交方面接近四成 最新報96.95 最低96.8 昨日拔空數字這麼高 本地地產股走勢 市場是否看談 一來始終仍受新地方面的事件 有少許陰霾拖累下 大家對本地地產股的 股價短期的走勢 都不算太正面 這當然是第一個因素 令譬如長實好 相關地產股也好 近期走得比較弱 而來始終近期 都配合現在的才爺 曾俊華方面 都有少許出口術方面 某程度上 令大家入市有少許卻步 所以對股價來說 亦有走低 更何況以長實本身說 正正近期有比較弱的因素 因為相關有根本核措施的因素 雖然這刻為止 長實根本核措施 不能跟一般民企說在一起 擔心帳目的問題 但始終在現在的敏感市況來看 連一隻這麼大的大孖沙股份 都有根本核措施的舉動 變相大家都比較擔心 究竟是否有個帳目上面 是否有甚麼手段或動作去做 因為始終今次的根本核措施 相關和黃黃換回同一個 所以整體來說 這幾下令大家的看法 未至於太陽正面 甚至沽空也比較多一點 所以幾隻夾集之下 另一個股價是相對繼續走弱的 短線來說 長實好 或者本地地產股也好 我覺得大家不能夠過分憧憬 還有一個大反彈 反而我覺得這一刻 大家仍然要先觀望 當處理得到 或者相關的負面因素 開始在股價上反映之後 才要考慮中線一點 才有一個直撥的投資價值 好,謝謝Wafi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 仍然是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幫我們教育 稍後回來見